和两名黑人杠上了 网名叫C.李泽新的华人小哥在社交媒体上发帖 他说自己在北约克被砸车 那其一呢是黑人的疯狂举动 事件发生在7月初 当时呢他在北约克正常行驶 车子开到了Western Road和Cossus Drive附近 突然呢后面有人开始疯狂的按喇叭 然后呢在红灯时这辆车在他旁边停下来 小哥发现呢车上都是黑人 而且这些黑人呢疯狂对着这个华人小哥辱骂各种肮脏的词汇 比如说像F Word和C Word等等 那这样的仇恨歧视话语 小哥表示气不过就开始和他对骂 在绿灯的时候呢 副驾驶的黑人直接朝他泼了一瓶水 然后呢想直接开车离开 小哥这个时候是一脚油门 直接撞上了这个黑人车的右后方 那这帮人呢当然不罢休 停车下来两个黑人 小哥迅速的把车门锁上关好车窗 然后呢这帮黑人就开始疯狂的吼叫 让他打开门并且开车 砸倒车禁同时呢开始狂踹车门 倒车禁和车门全部都被黑人损坏 小哥拍下了他们的车牌和脸并且报了警 那事件之后呢也是发到了网上 华人网友们呢表示都是炸锅 而且很震惊啊 大部分人呢都是评论去力挺这个小哥 有人说啊必须和他们干到底 言语攻击加物理攻击加逃逸 那这个华人小哥呢是正当防卫 精神呢受到极度刺激 看这个事儿最后怎么发展